最近天氣非常炎熱 食材食物保鮮非常重要 有YouTuber分享一段影片 在基隆廟口附近 有送貨員叼著煙 一邊將冰塊拖下車 並且用鞋底去碰冰塊 還將冰塊放在地面 由另外一人用推車運送 儘管影片備註 請勿隨意解讀 但還是引發討論 而實際找到冰塊廠商 來替一下少找訪問 業者直說誤會大了 當天的冰塊是客戶特別訂的 要冰東西不是吃下肚 只要是食用的 他們一定會有完整包裝 避免遭到污染 而其他夜市以及附近市場碳商 也幫忙含冤 強調這種大塊冰 多是食材像雞鴨魚肉等 保冰使用跟食物無關 以上重要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